各位朋友 又是我們疫情下的系列 立會接下來很快會復會 復會第一件事馬上會講 就是我們財委會可能要決斷 究竟應不應該花五六億銀 去做一個明日大嶼這個項目的研究報告 我們為了抗疫已經花了很多錢去救疫 政府的預算也是越來越短缺 情況之下上一年已經吵鬧低起 關於明日大嶼市法應該繼續做 現在再來講 怎樣能夠將這個方案 可以由一個淡水落涵水海的方案 變成一個為及市民的計劃 要好考技巧 今次我們請來的嘉賓 就是香港一位很著名的投資策略專家 亦都是我理解的 非常之關心社會 經常希望回歸社會的 黃新先生幫我們聊聊天 可能大家不認識黃新 你不要聽這麼簡單 你做了Google搜尋 你要知道 這位嘉賓的背景是非常之厲害 不過更加厲害的事情 我們很快可能會有機會 更加聽到黃新先生幫我們介紹 今次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一個所謂PPP 即是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的方向 怎樣可以將賭錢落海 變成一個人人受惠方案 多謝了 阿珊 我叫你阿珊還可以嗎 黃先生就好像太過荒蕪 阿珊 謝謝Paul 謝謝Paul 我們大家知道 黃明日大禹是一個政府 很著意他做 亦香港可能為了母地 一個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方向 必須要做 怎樣能夠將我們已經 差不多瓜德的方案 賭錢落海方案 做成一個真是可以走通的方案 我聽聽你有什麼策略 首先講一點畢竟 明日大禹已經是香港社會的共識 是唯一一個可以拿到差不多一千七百 或者兩千公尺 二千公尺 二千公尺土地 沒有另外一個地方比這個大 第二就是要花很多錢 現在起碼都是六七千億港幣 田蟹就地 加上一些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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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橋很費錢 但是除了一些田蟹採摘之外 還要蓋樓 所以加上蓋樓 這個行務率分分鐘 就是超過一萬億 大家都知道 疫情 港府已經死了三千左右 八千多億 所以現在社會很關注 就是電池螺蟹 這個矛盾就是兩趴 一方面就是香港一定需要土地 但是港府是不是可以很快 拿出這些錢做得多 立法會的過程 一點都不敢包 不敢包 另外一個就是公平 大家都知道 你從土地出來 怎樣都可以賺到錢 但是是誰來賺這些錢 所以現在這個PP 你就說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 也好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也好 就是公私營協作 公私營協作 對 這個跟傳統的做法不同 傳統有兩種做法 一個是政府給錢搞 另外一個是柴團來投標 做之後都是柴團去搞 我們這個不是這樣 我們這個是給香港市民 人人有份 每個都是三家 每個都是三家 乖子 要不要是年紀限制 總之 人人有份 人人有份 一人總籌一萬元 估計差不多700億到800億之間 然後我們債通過 比如說主權基金 或者退休養樓基金 籌資250億 這兩塊加在一起 一千億 就是一千億個股本金 這間公司 然後這間公司是發債 或者通過港府發債 或者自己發債 如果港府幫發債 港府就賺到錢 是 那就發一萬億 這個就是1.1萬億 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一萬一千億 就有很多子彈在這裏 是的 但是這個方案除了說 剛才你說人有份之外 還有什麽好處呢 比如說 港府因為美元 和HKD的連位 做到自己發債 不能發 所以港府的債 現在是880多億 但是以香港這麽大的 GDP的體鏈 這個債真的太少了 如果港府現在發債 我估計 他們的價值不夠兩億 不夠兩億 但是如果政府發債 轉給這間公司 分分鐘 回報高很多 回報高很多 政府可以收兩億 都不止 所以如果政府幫發債 一萬億 已經是可以計算 一年就是200億的利息收入 政府不但不付錢 還可以收回錢 除了利息之外 當然很多人有興趣參加 香港市民如果有多餘錢 每人有一萬元的可能性 七百多億 當然有些人可能要多些 人就少些 參加的人除了有回報之外 還有什麽好處呢 我覺得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 最主要就是快 因為如果想依靠政府 解決這個沒有大雨 我想可能十幾二十年之後 才會見到直國 如果見到直國 是嗎 但是如果用這個方法 我想兩三年之內 就趕快速度 已經可以停泊 停泊 其實本身又不是太長時間 而且現在科技很快 對 首先是用最快速度 解決這個housing shortage 這個問題 第二 香港市民的投資 應該會賺到錢 我們估計這間公司 五年之內就可以上市 如果上市 分分鐘七百多億 有回報 有回報 一萬元可能變成七萬元 八萬元 這就是幾好的回報 第三 很公平 因為這麼多利潤 不是被哪間地產公司 或者哪個財產 就不用爭 哪個大佬 到時不用爭 Exactly 很公平 所以所謂快 快靈靈 快靈靈 是你說的 整得住公正 公平 整得住這個計劃 很漂亮 政府都不需要經常 跟立法會搞來搞去 我們說了 如果參加的市民 快靈靈有錢賺 將來可能有回報 香港的政治現實 很多政黨 很多大財團 千絲萬縷 為何政府要幫助這個計劃 為何不讓某些大政黨 大商人 背後那些關係 如何擺平山頭主義利益衝突 其實我關注到 最近一個星期 特別 很多人都在報紙上說 為何不能通過 機場第三條跑斗 這個做法 發債 發債這個概念 好像很多人都接受 還有公司協調的合作 都接受 但問題是 我們這間公司 沒有公司 首先大股東 空股股東 是香港全體市民 其實這是公 不是私 全體市民有品 不是官商勾結 每个人都一起与政府勾结 是的 只有一架小数稿权 比较窄 可以使这间公司真正是市场运作 有一个公司公司 当然如何摆平 永远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 现在的香港 有没有可能问到第二个计划 还比这个公平呢 没有 终筹其实是唯一的最公平 大家有份玩 只要他愿意玩就要抽 我们给你个计划 你不做人帮你拿你的计划 没所谓 没法子 不过我知道 因为我理解 因为你本身都是基层出身 你都相当成功 差不多由基层区到山顶住 那种香港人 半山 半山 我理解到你也特别关注 年轻人现在的居住问题 所以这个计划 我听过你的计划 似乎有这一方面的想法 对年轻人特别想吸引他们 参加和为及他们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其实人去的地方都很简单 特别是年轻人 如果没有公开 你就收不到粮 就没有尊严 就没有自尊 如果没有住 或者躺在爸爸妈妈的搜索上 你就肯定没有隐私 没有自由 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尊 没有自由 就要上街了 对 所以很多年轻人 有这些问题 特别在疫情之下 大多数都很难找工作 很难找工作 如果找不到工作 那些欧业这样的鬼鬼 你不解决这些问题 年轻人不骂你也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 除了香港市民 可以很公平地 赚这些地产开发的钱之外 我们还可以建造 25万家青年出食 这个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当然我们又有一个方式 整出一个方法 将这些交易 更公平地 被人有机会 也有一些规则 但是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有地 有地之后 固自然我们可以 给原先政府的话 七成去了做公屋 有些另外可以给私人发展商做 而其中我理解 你就说想其中一部分 真的可以有些地 建立一些很快 快凌晨建成的青年宿舍 让那些年轻朋友 可以马上有机会 自己自立 刚才你说的机制 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对 但参考他们其他国家的移民机制 很多时他们用评分来 例如25万 始终争多或少 都要轮候或抽签之类 有什么机制可以加入 令到年轻朋友特别 可以有兴趣 首先要鼓励参与 其次 应该他们也没有犯罚 某些犯罚的东西 是否有些人不要去街道 没有风险 在街道也没有问题 弱点警察作组也没有问题 还没有犯罪的记录 如果真的有犯罪的记录 我觉得这就不好了 但如果在边缘 已经把他抓一把 抓他回来 要有某搞事 某是拿犯罪的记录 不知道多好 是吗 还有你不用够这些 非法移民 或者学法移民也不好 现在 疫情的全世界都找不到工作 你去了美国 去了英国 都未必有前途 是 变成我们将来 除了地之外 又有二十五万年轻的宿舍 或者是屋 那是否用一些 减装的 可以很快 我觉得可以是一个混合 因为香港可以使用土地 是多的 如果我们的田鲜 造了两千公顷出来 可能有些可以跟其他地方交换一下 有些地方可能未必起到这么高 但是它可以很快 做一些减装 做一些小型发展 但是我觉得 减装的小型发展 这些不重要 所以重要的是 一定要将IT 搞得很精明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这些WiFi 这些Apple 这些 到时候什么都要用智能 不用WiFi 用智能 也需要很多AI 对 现在很多时候 工作从家 住室 这个家的IT环境 就变得很重要 如果这些精灵宿舍可以做到很智能 很智能 我觉得年轻人会很喜欢 而且如果它是分散式的 分散是全港港狗 新界 可能对一些交通 对这些都没有那么大碍 除了说明是大碍的地之外 你希望有些地多出来 可以换地 例如现在有新界的地 可以帮它换来 在全港18区都可以有地的地方 就搞一些青年宿舍 可以分开 可以分开了一些人 又可以多一些不同社区的安排 对了 所以回来说年轻人 首先 如果他们有机会 上位 住到房子 其次 他们有一个IT很智能 其次 在争取 可以拿到这个宿舍的过程 是有一个平分系统 鼓励他们 参加他们 鼓励他们 不要做一些犯法的事 但我觉得这个也不够 还不应该 有些比年轻人 有些国家的领域 我经常跟阿波 我们两个经常说 香港经常见到 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一打开卡片 我几少个名字 东华生园 不符琼色卡片 对了 拿这么多名字 做什么 老人家 让一些比年轻人 不论东华生园 学校团队 企业团队 同乡会 来自一些上市公司 像港交所 港铁 拿出20%的职位来 给年轻人上位 你解决一下 国家的领域 他们做个独立同事 给一些意见 香港社会将来又如何发展 这个政府不是没有想过 但过往的做法 永远都是一些位置 去到那些有钱子弟 家庭里面 打开那些位置 你讲称英卫 我不说名字 现场都有些朋友 是这些位置 对了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 政府做一些位置 但在选择方面 在运作方面 好像有形无实 当然我们明白到 我顺便都讲讲 如果委员会 张建忠司长 做主席 他也不是年轻人来的 我最近被批评 他洗碗是一份好工 这种思维 恐怕真的不能贴落地 帮助年轻人的想法 我们有开放一个方法 让年轻人自己争取 自己争取 健健康 我又不是disable 我可以自己争取 但是竞争是好的 竞争才可以将一些 最好 最勤励的人出围 但是你又给他们的机会竞争 我们有地 有年轻人的特别优惠 希望针对他们 一般朋友 譬如有些年轻人 年轻家庭 都是很困难的 其实他们 普通人 他们想参加计划 有没有什么 可以令他们很吸引 我觉得这可能是鼓励 从社会和政府两个方面 其实从政府方面很容易 我们的疫情 每人一万元都排过一次 分分钟 其实每人排一万元 然后别人都不需要出钱 就已经有一股了 就是重厚 其实成品很低 751 这是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方式 可以鼓励香港的社会 就是有些善良的心态 比如说最有钱的20-30% 我们可以subsidize 最某钱的20-30% 最有钱的 比如说你一万三千元买一股 最某钱的七千元买一股 差别很小 但对某钱的人 我认为三千元差很多 但是这些只可以voluntary 至于不可以被人做 但是我觉得如果两个加码一下 就是政府要做些事 社会要做些事 自线就好 具体方法 概念就很正 有办法可以吸引到 我们过了政府撥款的问题 被过了立法会的拉布 破坏阻言 而是可以得到整个PPP 但是刚才也提过 我们当然也有些政党 财团要处理 具体上 你认为现在再走多一点 现在怎样走呢 我们很急切 来香港一年车网做到一些事 你计划中有没有想法 初步怎样做 然后再怎样处理 我想这个东西 怎样都有一年之内 最好有些落地 先有些希望 一年之内 我想政府都会在礼拜 为审批5.1个做的 feasibility 我觉得审批 批到也好 批不到也好 批到这件事 总有做feasibility study 政府行为部师 技术定的研究都要做的 都要做的 这个没有坏 但如果连5.1个都批不出来 我们的计划 就是重有需求 所以这是第一步 第二 在不同政党之间 都有些沟通 有些妥协 觉得这个事 是不是真的对香港好 我希望尽快 可能在三四个月之内 就将这个debate 没有focus on why why其实这个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这都有共识了 应该是focus on how 因为其实要将这个PPP做得好 都有些methodology 但是香港很多专业机构 很多大律师 很多飞机师 其实这个方法论 就不是很难的 所以要做这个共识 这件事真的要做了 接着应该focus on how to make it work 到时候希望春年过了春节之后 政府可以讨论 如果这个pocus on how to make it work 如果这个pocus on how to make it work 大家就找个机制 怎么行就行了 大家不需要说 每个人都有共识 how to make it work 现在是一个公平的方法 每个人有份参加 我试试扮演一个比较犬余的 我会认识到政治现实 我就问who who are you 为何要让你们做 为何不让大家的地产界大哥做 who are you 为何要相信你 有什么确保 会不会烂尾 或者不会落底 你有什么想法 who am I 其实我的回答很简单 I am nobody 我的qualification是因为我是nobody 如果我是个地产界大哥 我已经被人DQ做 因为我就是nobody 还有第二 这件事根本就不是我做 我都是一股质 我都是一股质 最多我用我的专业的能力 帮助杂志那些小股权做基金 我做这件事 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对于股票 我也要股 如果帮助杂志 如果我赚到钱 我会将大多数百分之七十捐出来 但是我们占一个公开公平的机制 这间公司可能有几百个人 但是都有一个董事会 这个董事会可能有二十几个人 各线各界的专家 这间公司的任何人来看着这间公司 包括你精彩有个人参加 这样他们就确定 这个行程是很公平的 其实我们不需要reinvent wheel 因为停海走地 起楼 香港有太多的存在的 其实我们只是一个financing plan 有了钱之后 很多人应该外排出去 outsource给人做 坦白说 我们这样说 其实对地产界的大国有点不公平 其实这个完全不影响他们做事 将来我们明日大雨 那些两千公顷出来之后 接着政府的规划 有一部分都是做私人土地开发 这些都有逼出去给他们做 其一样没有分别 只不过第一件事搞定地 搞定地 搞定地 接着搞定清零宿舍 因为清零宿舍没有人做 这些是一些鸡腿 占不到钱 鸡腿 不是鸡腿 不是鸡腿 鸡腿 你鸡腿好一点 sorry 我都逛逛 没关系 现在我们的时间不能等 所以要快靓正 我们希望可以尽快推出 包括我自己本人 对于这个情况下 如果要政府获立法会批钱 相当不容易 所以现在 其实说来说的一件事 怎样能够快靓正 推动这个地出来做 今天我们很开心 虽然坊间有说很多方案 甚至PPP的方案都有人说 但怎样真的可以公平公正 甚至所有市民都可以参与 只要你肯拿一万元出来 就可以参与的这个计划 做得整推动第一期最关键的拨款 就是那些地方 阿新卿的建议 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比较 比较 只要不计划 现在是一个好的方法 现在是一个好的方法 那谁就留意一下 阿新卿 可以组织到一帮大家有公信力的 或者是有心的香港市民做事的人 一起做成这件事 香港之福 多谢多谢PPP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你自己就是香港丑根出来 对不对 然后你自己 拼了你自己的老力 对不对 又变成一个知名的律师 然后是立法匯的三界 三界 还是湾仔区域 所以你也是我一个榜人 就是从丑根的角度出来 为香港作业 还有不害羞 我经常跟人说 如果我们做得到这件事 就是当人不让 每个人的X 招皮 我没有不景有 因为一定有人走出来 因为先有机会 所以多谢你邀请我 还有多谢你支持 谢谢 阿新卿平时在后面做事多 计算多 这次先走前半步 先曝光 讲一下这个想法 我相信很快大家有机会 可能经常见到阿新卿 介绍这个项目 而我可以帮忙的地方 希望都可以 一起努力在香港 大家一起做 一人一万元 一人一欧 好 谢谢大家 下一次我们再说 我们的疫情下系列